在查酒驾的时候 我去对着这个交警 府警喊 我说我喝酒来抓我了 我骑那么多的时候我就准备要跑 我就去挑衅他 他就抓了车把 然后我就摔在地上 然后我就跟他踩上了一些打斗 据回忆也是 也是别人说的 还把警察脸都给打青了 眼眶都打青了 出于怨恨的情绪 我把警车给砸了 砸了四台警车 不饿了 第一个问题 你是个正常人吗 我是个病人 那就不是正常人 对 这个问题很冒犯吗 也没有什么冒犯的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病人 以前能接受病人这个事吗 接受不了 别人说你喝酒是一种病 接受不了 对 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喝酒的 喝下去之后 我觉得这个东西能让自己很兴奋 说一些自己平时不敢表达的东西 做一些自己不敢做的事 这酒账送人胆 对 就这样 确实是这样 那就是喜欢吧 就是喜欢喝酒 当时把它当成一个爱好 叫空好友 各种场合 演会 喜事 就是说在人群中 我挺能喝酒的 我很高人一等 你们喝不过很骄傲的酒 你大概是从事哪个行业 我是服务行业 参业公司 我这个职业 很好接触到这个酒 自己也经营过饭店 在经营饭店的时候 喝酒就更随便了 然后采着啤酒箱到自己家 就随便喝 不用还钱买了 就是成了 已经成了一个习惯了 当出现问题的时候 就比如说我有一次 我骑摩车 就是这个交警 在查酒驾的时候 因为我喝了很多酒 我过去发现 他们很热闹 我就会故意去挑衅 我也喝酒了 你怎么不查我啊 就这样 结果自己就被抓起来 主动去跟着挑衅这个 然后我跟着产生了一些增质 把这个一个辅警给打了 我们经营了也是一个路边摊 经营那个歌声中就是 就是喝酒喝到什么程度 就自己觉得自己 有点喝得晕乎乎了 该回家了 回家行死的路上 别人 其他人在查酒驾的时候 我却对着这个交警 伏警喊 我喝酒来抓我了 我骑了摩车 我就准备要跑 就是去挑衅他 为什么你喝这么多 你朋友还敢让你骑摩托车自走 一个人做出什么 觉得好像别人是拦不住的 别人拦了没那天 没有 因为也习惯了 因为你每回都这么干 对 也是 然后挑衅你之后呢 你跑了吗 我骑摩托车要走的时候 他就抓我车把 然后我就摔在地上 然后我就跟他踩上了 一个打斗 打斗 你跟人动手了 对 动手了 据回忆也是 也是别人说的 把警察脸都给打青了 眼眶都打青了 你这洗劲 我是在醒酒 一觉醒来的时候 我在看树 发生的事都是很难回忆起来 最后恶化的过程当中 就是 经常会出现的一些断片的情况 自己做什么事 自己都很难想起来 我因为吃酒 还出生过很饿的事 扎井车 因为打架 也是打架 说白了就是我在给别人打工的同时 跟老板的顾客 发生了争折 我们俩产生了争吵 喝完酒 自己很能耐 什么事都觉得自己很行 自己能处理很多事 老板没人家 我说得算 顾客当时有点矛盾 你出来给人调节呢 我们两个打仗 我吃了点亏 我受伤了 我必须要找到报仇 每天就在这个自我意识当中 要去找他 最后 晕尿了很久 然后就实施了这个计划 然后真正地给他打了一阵 我打了他之后 我就是警察抓起来了 调节的时候 是说认定是双方都有责任 可是我就认为他打 我受的伤比较严重 调节的时候我是很不服的 我认为就是 我们警察不应该处理这个事 我是受害者 但是我就没想到 对方也是受害者 出于怨恨的情绪 我把警车给砸了 砸了四台警车 不恶劣 你当时有意识吗 载警车 你自己想想 你是不是也太冲动了 这么大人了 喝酒 理智上很不清醒的时候 能做到自己很过分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或者是当时不喝酒清醒的时候 能理解当时干的这个事吗 就是我在清醒的话 一定是做出来这种事的 反正我就想到后果了 喝了酒人就变魔鬼了 就像你说的那样 就是魔鬼 你都不认识自己了 就像魔鬼上神一样 我受自己的思维控制 像那样每天的吃一喝酒 持续多长时间 四年多吧 从我妻子离开我以后 我一直就是说 嗜酒入命了就已经 媳妇也不管了 家人也离得很远 每天就靠酒活着 就是白天黑夜怎么喝 只要酒停下来 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反应 包括出嘘汗 手动 呕吐 不喝这杯酒 手会走 拿东西都拿不起来 家里就你自己 我家里有个儿子 就是儿子跟你 陪着你 他并没有跟我在一起生活 因为我已经没有能力 去照顾他 养育他了 所以那个家里就是你自己了 对 就是我自己 我挣了钱和工作 就是为了买酒喝 父母不管你吗 父母他们 通过他们的方式来跟我说 对我 我根本听不进去 我只是活在酒精的世界里 他们不担心你死的家里吗 应该也是担心吧 毕竟我现在也是父母 但是无能为力 因为人都没有感情了 都变成魔鬼了 父母也没有放弃我 包括我最后一次住院的话 也是我母亲给我送进去的 但是说他们年纪大了 能力也有限 对 已经六十多了 那四年你靠什么活着 靠什么挣钱 毕竟我的职业很好 管吃管住 但是我每次开资啊 工资啊 开的鞋子都是买酒喝 但是你天天这么醉醺醺的 能上班吗 上班几乎是经常晃动作 不是老板炒我游鱼 就是我炒老板游鱼 挣点钱我就可以去买酒喝 根本不考虑未来 没有 也不考虑孩子的未来 一点折忍心都没有 已经丧失了人性一个生活能力了 那时候孩子多大 而续酒的开始他是上小学六年级 直至今天上大学 父子才建立了一些情感上的一些关系 才知道我才去会关心他 是他不认你还是 他对我我不知道怎么样 而是我却没有能力去关心他 我们已经失去了责任心 他的学费跟谁啊 是我妈 是我妈来负责抚养他 因为毕竟合成那个样 妻子已经离婚了 一直是由我妈来照顾 我没有尽一个父亲的责任 所以其实对愧疚的首先是孩子 对孩子在我这里没有 从来没有得到过一种父爱 那你说这个 这句话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很智慑啊 很愧疚 是啊 这份话你跟他讲过吗 真正的去在立这种沟通 没有 在实施这个康复计划的时候 我曾经跟孩子沟通 我向他道过歉 但是我内心就是一种释放 一种架手的释放 真正能够去跟孩子有一个 内心的一个成长去 考虑到我这个有点责任心 这是这辈子第一次给孩子道歉 嗯 对 所以他现在能理解你了吗 这是一种病 其实并不是说 父亲完全没有责任心 就是也是知道这种 承认自己是一种疾病了 才对生活有所改变 四十岁了都才能养活自己 因为在之前的那些年 都是活在久经的世界里 无法自拔 现在停久了 你多长时间 现在已经停久一年 已经四个月了 戒毒我倒没体验过 我不知道什么感受 但是我知道我戒酒的时候 我会出现一些情绪上的烦躁焦虑 再加上出汗还有收斗 那你为什么还能坚持到一年四个月 因为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能不能喝酒 但是至少我今天 我不会去到底那杯酒 现在最害怕的是什么 最害怕的 还是很恐惧我会 喝上第一杯酒是什么样的 会不会 又会回到打会月前 像原来一样 噩梦循环的开始 就是不能再去碰到第一杯酒 所以说像你说的他 那个磨盒一打开 就是面临生死的问题 是 你的嘴会有点歪是吗 这是因为车祸 也是饮酒造成的 农村中地的时候 我开着那个拖拉机 上那个坡很陡 平时的时候我是不会去 往上开这个拖拉机上去 但是喝酒了 觉得认为自己能开上去 当时开上去的时候 爬不动了 这个车爬不动了 这个坡度很大 就踩一次下爬不动 我就去踩这个离合器 在瞬间这个车就到退了 连续扑都很陡 把我扣在这个车里面 我这嘴是 包括我这头上也缝了好多针 压在那个车的底下边 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没死 没死 命很大 大概是昏迷了一些 医生说是个集结 就是你这样再继续昏迷下去 你会挠死亡的去 其实这种经历真是 每一个正常人听到都很致寒 但是这样好了之后 回去又喝了 要说喝酒 就是说离不开 所以当时谁把你送医院呢 当时去医院我是跪下来求我妈 给我送医院 然后做一些戒酒前期的这些治疗 因为毕竟自己他戒断这个很难熬 这有一句话我们说的就是啥 那种滋味就是喝也是死 不喝也是死 没有办法 还是去医院 我跪下来求我妈 给我送医院 为什么要求她 自己没有一种意志地走向医院 我 我会选择喝酒 我不会选择去走向医院 也是发出了一个最后一次的求救信号 真正的想伸出手来求 寻求帮助 但是也是开始走向是我们的 开始认识自己 所以这样看来其实也很好的开始 就像你说的 我们不用担心 我们这辈子谁要不要喝 我们只关心今天我不会喝 今天我也有这么多朋友 在支持我 我也有力量 我也有家人 我也有对他们责任 当然最核心的是对自己 我现在状态越来越好 现在有了我人生中很稳定的一个工作 我也很喜欢他 我也只爱他 也有一些新的朋友 在工作当中的这些同事 我们每天也很开开心心地这样生活 自己真正地走向了生活 决定对自己开始负责任 你就是会变好 你都好起来了 是啊 是越来越好的 刚停久初期很恐惧这个事的时候 经常做这种噩梦 我晚上就会经常梦见自己喝酒 飞梦中下醒 我怎么又会喝的 很恐惧 最近停久一年多 快两年的时候 最近没有了 睡眠也很好 睡眠质量也改善了 除了洗液 生物中 这些都是一个改变